對 因為這一個 剛剛顯然哥講這個 算是第二代的這個暴力啊 那事實上這輛車我的感想大概就是 它就是一個原生軸 因為它剛剛有講一些科技的東西 你智慧型的換檔這些東西 電腦會幫你補油啊這些東西 這輛車什麼都沒有 這輛車是前輪驅動的 但是它有前輪的這個LSD 那其他的話呢 什麼電子都沒有 電子設備通通都沒有 你也不用想說它有這個什麼 什麼車跟車啦 車道偏移啦 然後什麼的這些主被動安全系統 通通沒有 通通沒有 它就是一個純粹為了製造一輛 居然MNN該有的這個態度 而且它有鼻樑 你看 從上面看 它鼻子尖尖 因為它必須要做一些導風的效果 那因為這輛車是配置1.8升機械增壓 所以說它很講究它的這個散熱性 因為引擎上你這麼小台的車 放了1.8下去 對 事實上對整個引擎室的這個空間規劃 是還蠻吃緊的 是 對 那再來就是說如果說到車側看 再看過來的話 事實上 真的側邊你會覺得 它不過是有兩門的一個Yaris 你真的看不出來有什麼很特殊的地方 但是我就瞄到這裡想說 咦 跟我之前看的Yaris都不一樣了 那就沒人知道了 八重很重要的 因為這一大塊 對它們自己來講很重要 因為掛上GR已經很了不起了 但你要掛上GR MN 那現在市售車也只有這個有 只有它有 對 而且歐洲左駕400 另外它們暗槓的200在日本 是喔 又駕車款 對 但是所以說你今天要在台灣 你想要擁有的話 你還真的只能從歐洲找 那當然這輛車也是從歐洲找回來的 哇 厲害了 那其實從側面看會覺得很瘦 應該說三門的壓還真沒看過 因為它畢竟跟我們國內看它的Yaris 也不太一樣 稍微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你說側面事實上就是 其實就很單純 因為它沒有特別去強調它要爆龜 對 它完全就是在玩底盤的東西 喔 對 然後你說到了車尾 事實上車尾的部分 車尾部分也是一樣 然後你說看到後面 這會有一個壓尾 一個小小的尾翼 一路這樣過來 這是一個他們的Gi一個特色 對 然後一直到下面之後 然後這個因為 跟國內的Yaris長得不太一樣 所以說它整個車尾燈造型 跟大家一樣 像中的Yaris不太一樣 很漂亮耶 往裡面這樣收 然後再出去 往裡面收這樣 對 那另外一個最主要的 功能式的邏輯就是 Diffuser的造型 很主要 下饒流的造型特別重要 而且你會發現排氣管很多人都要說 我要左邊還是右邊 他們有直接跟你在中間 有點賽車feel 好 就是他們就是工程師的邏輯說 今天我竟然是 MN 那我一定要弄一些名堂出來 所以說市售調查怎麼樣 不管我要的這個性能車就是要長這個樣子 對 而且排氣管它故意還是有點倒梯型的方式 把它包覆在裡面 對啊 因為那就是方管 然後你這樣看起來 就跟其他的車子不太一樣 可能就是一般就是看你是兩個 還是一個排氣管這樣子而已 對 Master of Nuburings 所以呢 我們才會看到它的車尾燈 因為要跑在前面嘛 所以後面很重要 你可能還不一定看得到 蛤 就這樣走了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沒了 蛤 那我們來車內看一看 至少車內可以欣賞一下 這個車子整體來講呢 因為它是要讓你知道它的操控性能 跟它的暴力所在 所以嚴格說起來你不能太要求它裡面高度的質感 可是我一坐進來 唉唷 椅子很包覆喔 對 因為 內裝你乍看之下 真的跟一般的Yaris 沒什麼差別 而且一般Yaris可能質感還好一點 對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這輛GRN的時候 大概在2017年的這個日內瓦車展 我看到它的時候 我也是 車展其實我很開心的 坐進去了 排隊喔 一樣排隊然後坐進去 或者傻眼 傻眼 因為我看到裡面就是這些東西 都跟我印象中的Yaris是一樣 然後只有看到一個儀表板 很傳統的指針式的儀表板 兩個指針式的 然後上面是有一個GR的LOGO 而不是全數位喔 現在很多車子我們都有看到全數位 它保留了傳統式的指針式的儀表 然後我再看到這個方向盤 中間有一個12點鐘方向 有一個紅色的線條 然後下面一樣有一個GRH 這樣子然後整個握感是還很不錯的 這個大小也不是說很大的那一種 就覺得好 這個 你說它是性能的車子 OK可以 但是其他的東西就覺得OK 一些方向盤上面按鍵 好像沒有很多的功能 然後你再看一下這邊 天啊 這是 這就是一般的 不傳統的車啊 一般的東西 而且一般的音響控制鍵而已 就這樣而已耶 音樂耶 你就沒有特別 很多的功能都沒有 就很單純 這樣而已啊 對然後下面這邊 是我認為這輛車 最高級的配備 最高級的配備就是 你意思是 電左右獨立的恆溫空調 最高級在車身上面 因為它沒有什麼主動安全 什麼都沒有 所以說方向盤很乾淨啊 方向盤很乾淨 我要找什麼功能 就好像也沒有 只有聲音的調整大小 然後這邊好像一些 一些那個目錄 相關的東西 那我這螢幕這裡 就是導航跟音樂 那之後 那之後沒了 然後這個我看到這個超喜歡的 變得超喜歡的 左右獨立的恆溫空調 超開心的 你人生喜歡簡單就對了 然後你再往下看的話 只有一個USB的插座孔 沒了 沒了 再來就是手排變速箱 就這樣 然後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了 對然後有一個 還有一部的一樣按鍵就是 這邊你把群機系統關掉 可以關 其他什麼都沒有 然後這張座椅 坐了就不想離開 我真的跟你講 它的重點在這座椅 真的 我坐上去 因為它那個幾皮的觸感很好 然後再來就是它其實還有 紅白的那個縫線 再搭配這個幾皮進來之後 這還有一個一點一點的 然後上面 趕快 摩擺 GR在上面 因為這個就完全是工人師的思維 它是縫的喔 它是縫的 對因為那個東西我就覺得 跟之前我們看到的那個 GR Sport不太一樣 那個就很大 對 很大就我要讓你知道GR 厲害這樣 那這個 因為這是第一台 很一開始 初期的時候 OK GR 有告訴你這個GR 單純GR 然後剩下的 工程師的思維邏輯叫做 這要很實用 所以你坐這張椅子 你不會包到不舒服 它的實用邏輯 跟我們的實用邏輯不一樣 像Lianti的實用邏輯 是這個車子要非常舒服 然後要很多的組備都安全 你要摸到地方要很高級 對 它的實用邏輯 其實我在競技的時候 它是可以補助暴力這件事情 而且你要開的時候 你在開車最實用的東西是什麼 你知道嗎 方向盤 我剛剛有講的沒有很大 也沒有很小 就剛剛好 嗯 它是六速手排 這個位置就剛剛好 剛剛好 然後再來就是這張椅子 你坐的時候 是可以很舒服的坐 但是你要 很激烈的操駕的時候 因為它用這個 PACANTERRA 這種級別的材質 你不會滑來滑去 所以說這樣的話 然後就變成說你開這輛車的時候 你就可以不用想說 我一定要什麼 賽車座椅 然後4.4安全帶 不需要到那樣子 你只要這樣的基本規格 你在一般 一般市區道路 或者是山區路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穩定的在車上 不然其他的東西 一進來也多了 對不對 那椅子的話 你看人家一樣是鏤空 可是它裡面還這樣透出去 還可以看到那種 一格一格那樣子 我覺得這是這種巧思 還是很漂亮 那唯一一個我覺得少少 因為畢竟工程師設計 就不是要真的是給我們這一種 老弱婦孺用 要給你們競技型用 所以後面的椅子 就是一般的不值的椅子 但是空間是大的 坐的人是可以舒服一點的 因為應該 你今天要弄一輛GRN 應該沒有人會去想說 這張Yaris後座的乘坐空間 舒不舒服 對 或者是說後座前面已經給你ACANTERRA 那後面應該也要給你ACANTERRA 不用這樣 省下來 在工程師的List 叫做 我不要花這個成本 然後你看 像這種跑車座椅 有時候很高級的車子 會有電動 它這個沒有 也沒有 我要乘頭手動的 真的是手去調整 手動的這樣子 然後因為這比較節省成本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它也更輕 它追求的都是一些消費者 不會在乎的東西 但是禁忌的人很喜歡的東西 對 因為這些禁忌的東西都不便宜 對 那倒是 但是就是說一般我們看到那些華麗的配備 也不便宜 但是你如果成本都在那邊的話 那它可能就沒有 沒辦法享受到這些 因為這輛車已經很貴了 對 有一次它工程式的邏輯 有很多它checklist 打勾的那個選項 是我們看不到的 對你想想看 我們現在台灣買Yaris 大概70幾萬 這一支鮑利亞可能要花237萬 那價格是差很多的 可是你進來 上面一個GR你就覺得 哇 心況神移 然後你打開引擎蓋的時候 看到上面有個 全球第三百九十九台 你就會覺得這台車 好像一切都值得了 行照更厲害喔 七哥拿在手上 這台車齁 血統就是不一樣對不對 真的 我跟你講 你在路上可能有機會 看到這一台本尊喔 但是你要看到我胸口這一張喔 這個才叫真正厲害 這個是什麼 這就是它的行照 這張行照哪裡厲害 我們看廠牌是什麼 Toyota 沒什麼厲害對不對 對 可能你家也有一張 是這樣子 那不一樣 但是下面形式的地方 你看 Yaris GRMN 而且重點在後面四個字母 GRMN 哇 這個保證 這個全台灣可能沒幾台 而且這個可能要負衡高的代價 才有辦法拿到這一張行照喔 嗨 各位跨街小銀家們 看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 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的最新資訊喔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市價 統統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街大銀家吧